虧虧半年的时间小S今天再度出席的代言活动 不过细数这段时间以来 徐家跟汪家汪小飞一家其实发生了蛮多的不愉快 包含是在床垫事件甚至是官司争议等等的 想知道这个大S到底是半年来心情怎么样 今天小S正面回应了马上代言来提 姐姐近半年来心情还好吗 你觉得我敢讲我姐的事吗 她说抓你一分还好 我还是最后一天 只能说姐姐身心灵方面都是很OK的 重点是有胸部在 所以还是整个家是充满了粉红泡泡 好 显然小S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现场的媒体两度追问 她只有说大S的身心灵状态都很好 跟剧卷也处得很愉快 不愿再多谈 而另外在女儿的戏剧演出 其实小S倒是蛮有心得的 她说起初不管他们是在拍MV拍戏剧 她都会到现场来盯场 只是说怕出态度意见 女儿反倒不开心 不过最后呢 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剪出来了 不管是影像或是成品 都觉得很满意 也觉得有这样子的女儿 她自己相当感到骄傲 以上是娱乐的影响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